受神经痛案例 变成整天在家玩手机 从而加深了症状 之后在两个几月的时间里面 逐渐连上手臂 左手臂 还有手掌 逐渐到颈 左前胸 左后背 都很痛 连戴安全带都非常痛 影响睡眠 西医说我是神经痛 我也看过中医做过针灸 但是全部都没效 在2019年的7月29号 我就去中心求助 当晚志工按推我左手 原始痛点 非常之痛 之后的持续温敷 症状明显缓解 听志工的分析 我认为问题是由于我的热能不足 还有体伤造成了我的病痛 我马上将生活做到全面的改变 包括停止了全部的药物 三餐改食五谷饭 配合瘟热的食物 避免了海鲜 水果全部都没吃了 每日以一磅的有机生姜 煮两磅的水 作饮用 学会自己按推手肘 手背的原始痛点 12小时温敷手肘 每晚睡电热尖 9个小时温敷 每天上网看原始点的广告 每日我会爬楼梯两次 从开始五分钟到现在的十五分钟 两级或三级一步 玩手机都减少很多 不会超过三个小时 每晚我会十一点半之前睡觉 尽量放松我的心情 这样两个星期之后 症状就明显改善 三个星期症状全部就消失了 一个月后体能也都大为上升了 手脚也都不动了 十月我就已经可以重新打染无求 心情就很好了 同时我也都学会了按推 为我太太按推 最后我非常感谢中心对我的帮助 感谢大家